曾经在西区苛刻的惊魂记中杀了七个人的超级杀人狂变态叔 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疗 最终经法院认定被释放 受害人玛丽莲的妹妹辛基婶拿出了743个人联合签署的请约书 强烈反对释放变态叔 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被法庭采纳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惊魂记的第二部 心理医生亲自开车把变态叔送回了家 两人刚来到家门口 变态叔就说自己看到屋里有一个人 阔别了二十多年家里的一切还是他离开时的那样 几乎一点都没有变 变态叔来到楼上看到电话的下面压着一张字条 变态叔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他那位早有死去的老妈给他的留言 这时候他老妈的声音突然从卧室里传了出来 可把变态叔吓得不清 幻觉再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变态叔12岁那年独死有精神病的老妈之后 自己也得了精神分裂 他一人分饰两脚 跟幻想出来的老妈继续生活了几十年 期间在他分裂出来的老妈人格的唆使下一共杀了七个人 收拾完东西变态叔来到了父亲的餐馆 社区在这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希望他能够洗心革面靠自己的双手混饭 餐馆的李大妈看到变态叔之后非常的热情 带着变态叔见了所有的员工 变态叔很珍惜自己重生的机会 干活也特别的卖力 晚上下班的时候 变态叔看到饭馆的服务员小甜甜遇到了麻烦 小甜甜是外裔的 刚来饭馆打工不久 本来小甜甜一直住在男朋友的家里 但由于男朋友移情别恋 把他给扫地出门了 看着举目无亲的小甜甜 变态叔禁不住动了侧眼之心 带着小甜甜来到了自己家 自打变态叔二十多年前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 他家的旅馆就被有关部门暂时接收了 经理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家伙 整天收留一些违法乱纪的人员在这居住 把旅馆搞得是无眼障悉 怒不可遏的变态叔叫嚣着要开除经理 这经理也不是转世子 说变态叔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虽然变态叔很真诚也很热情 但由于小甜甜在同事那儿听说了变态叔的故事 因此这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但外面下着雨 无处可去的小甜甜也只好硬着头皮 住在了变态叔的家里 转过天 变态叔在餐馆干活的时候 被他刚刚解雇的旅馆经理走进了餐馆 经理不断的骚扰小甜甜 恶意满满的 这时候变态叔再次看到了他老妈留的字条 警告他不能再让小甜甜住在家里了 把变态叔的魂都快瞎飞了 一不留神就把油溅在了厨师的胳膊上 紧接着经理又开始挑衅惊魂未定的变态叔 变态叔虽然很愤怒 但他还是强忍着怒火没有发作 他不想让别人还拿老眼光看他 他要用理智证明自己的精神病已经治好 晚上小甜甜正在楼上洗澡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正顺着墙上的窟窿往里边窥齿 小甜甜走下楼 看到变态叔正在弹钢琴的 这说明刚才不可能是变态叔在偷看 素质极差的经理临走前再次向变态叔挑衅 当他正在屋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一个穿着打扮跟变态叔的老妈一模一样的人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把经理给干掉 转过天变态叔正在刷房子的时候 突然看到窗前有个人影一晃不见了 看样子非常像他那位早就死去的老妈 变态叔的病虽然已经治好了 但对这样的刺激还是比较敏感的 他走进老妈的房间 看到屋子里的布置又神奇般的恢复到了过去的样子 梳妆坛上放着他老妈写给他的便条 意思是让他赶快把小甜甜给撵出去 这时候楼上突然传来了动静 变态叔急忙到阁楼查看 没想到突然就被人关在屋里出去了 一对小情侣来到了变态叔家的低窍 看样子他们不是头一回来了 两人刚准备干坏事 门外就传来了动静 女孩一看行事不妙急忙钻出了窗外 此时男孩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被一次是变态叔老妈的女人气嘞嘞嘞给杀了 此时的变态叔在阁楼里已经快睡着了 当听到小甜甜叫他的时候 他才发现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打开了 变态叔认为一定是有人在冒充他老妈 并且把他老妈的房间恢复了原样 可当他再次来到老妈的房间时 看到的又是另一种景象 这下变态叔有些梦圈了 心里嘀咕着难不成自己又救病复发了 女孩逃走之后马上就报了警了 两名警察很快就找上了门 变态叔领着警察来到地窍 但现场明显已经被人清理过了 既没有男孩的尸体地上也没有任何的血迹 老警长作为变态叔当年杀人案件的亲历者 此时他深度怀疑变态叔可能是又犯病了 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证据 也只好兴行而去 老警长刚回到警察局 当年被变态叔杀害的玛丽莲的妹妹心机事便拽住了他 质问他为什么不逮捕变态叔 老警长说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 可以证明那男孩已经被杀了 心机事提醒老警长可以去沼泽地看看 因为变态叔过去杀人之后 都会把尸体撑入到沼泽地 自打变态叔回来之后 一些无法解释的诡异事件不断的发生 把变态叔折磨的是痛不欲生 他现在有理由怀疑自己很可能是犯病了 不然这一切根本就说不通 那么这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咱必须要聊聊心机事和小甜甜这对母女了 原来心机事为了把变态叔重新送回精神病院 和女儿小甜甜一起制定了一个刺激变态叔的计划 娘俩分工明确 有小甜甜假扮变态叔老妈的样子 时不时的在变态叔面前换回一下 心机事则通过电话模仿变态叔老妈的声音 在变态叔精神上造成混乱 不过小甜甜经过这些日子跟变态叔的相处 渐渐的对变态叔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感 他觉得再这么刺激变态叔是不到的 但心机事可不这么想 为了替自己的姐姐报仇 他必须要把变态叔置于死意 转过天心理医生来到了变态叔的家里 针对变态叔最近的遭遇 心理医生也做了一番调查 发现这一切都是心机事和小甜甜母女俩所为 目的就是让变态叔旧病复发 然后重新回到精神病院 但已经处在崩溃边缘的变态叔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老妈干的 看着自己的病人有旧病复发的苗头 这心理医生是心机如焚的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诸 心理医生找人挖开了变态叔老妈的坟墓 当着变态叔的面打开了棺材 心理医生说老弟瞧见美 你老妈要是能活过来我跟你姓 小甜甜向变态叔承认了自己和老妈的行为 但他表示自己已经不打算再继续干了 不过变态叔并没有责怪小甜甜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真正的老妈所为 由于男孩一直没找到 警长只好带人来到沼泽地查看 并把变态叔和小甜甜请到了现场 警方在沼泽里不仅拽出了旅馆经理的汽车 还找到了旅馆经理和男孩的尸体 警方这边正忙活着心机室 则趁机来到了变态叔的家里 准备再刺激一下变态叔 可当他来到地窖取出行头准备办上的时候 变态叔的老妈突然出现了 上去一刀就把信息室给宰了 小甜甜跑回变态叔的家里 说旅馆经理被人给杀了 警方很可能马上就要过来抓人 让变态叔跟着自己赶快跑 但变态叔一点都不紧张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老妈所为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 小甜甜意识到变态叔很可能是犯病了 于是来到地窖 穿上变态叔老妈的衣服打算唤醒变态叔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心理医生突然出现了 打算抓小甜甜一个现行 但没想到小甜甜慌乱之中 一刀把心理医生给扎死了 变态叔一看着老毛病马上就犯了 两人在纠缠的过程中 心机室的尸体从眉队里露了出来 小甜甜认为这肯定就是变态叔干的 举起刀就打算替老妈报仇 这时候警察即是赶到一枪把小甜甜给毙了 根据老警长的瞎分析 旅馆经理和男孩都是心机室和小甜甜母女俩杀的 目的就是嫁祸给变态叔 后来小甜甜为了保护变态叔和心机室产生了矛盾 小甜甜又把老妈心机室给杀了 晚上变态叔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饭馆的李大妈不亲自来了 原来变态叔那位已经挂掉的老妈是他的养母 同时也是李大妈的姐姐 当初李大妈未婚先孕怀上了变态叔 生下变态叔之后 李大妈因为犯事被关进了监狱 他只好把变态叔交给了姐姐抚养 之前的旅馆经理和男孩 以及小甜甜的老妈心机室都是李大妈所杀 估计这李大妈家有家族性遗传精神疾病 全家人没有一个正常的 听完了自己亲妈的讲述 已经旧病复发的变态叔一铁椒就把李大妈给拍死 然后抱着李大妈的尸体走进了房间 所有的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吧 孩子都是守中宝 正确教育要趁早 家庭氛围得和谐 这样长大才有好